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现在很多人家里的无线路由器虽然都是WiFi6了 但是大家这十几年来买的家用路由器 通常我们也不太会去注意它网路孔的速度 毕竟大多数路由器的网路孔都是GIGALIN TP-Link这次新推出这台Archer X55 Pro 它的特色就是它用到2.5G的网路 虽然它不是第一台2.5G网路的无线路由器 但我觉得这台的出现预示着 2023年2.5G的无线路由器已经可以走进平明白性价了 整个市场的变化先是前几年看到 CPU的厂商将2.5G的功能放进了晶片组里面 因此就会看到许多主机板都具备了2.5G的连接能力 同时也看到很多NAS厂商推出2.5G 甚至是双2.5G的机种 不过当时具备2.5G的无线路由器 都还是各大网通品牌的旗舰产品 比较像是武力展示 一台都要上万元 我们有开箱过 那身边也真的有朋友去买 到了今年 许多厂商都推出了不止一款2.5G的机种 以TP-Link消费级的产品来说 2022年以前有这五款 不过这些产品的定位都比较高阶 所以单价都比较高 那最近TP-Link接连推出几款 一口气将2.5G的产品拉到了10款 其中价格最便宜 最好入手的就是这一台 Ultra的AX55 Pro 价格是2,990 那别说是TP-Link最便宜 这应该是我目前看到的 所有大品牌知名品牌 2.5G的机种里面最便宜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眼界比较小 大家如果今年有看到 推出类似这样的便宜机种 也可以跟我分享 那为什么我觉得2.5G 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呢 首先以无线网路的平坏来说 很多装置的WiFi6 都可以达到1000mAh左右的速度 例如iPhone11 以后的iPhone7种 都支援到12MBps的网路 即便是WiFi5 很多笔电手机 也都可以达到866MBit 在2.5G以前 当两台无线装置 同时要连接到 这些有线的电脑的时候 例如说NAS的时候 就会在有线网路的地方塞车 所以现在有WiFi6 无线网路是更快的 也够快了 但是有线的网路 就应该要提升一下 才不会成为 整个网路环境的短板 另一个指标 就是前面提到 2.5G网路在终端装置上的普及 如果你超前世代 买一些设备 那代价是很高的 如果不是以此为生的人 真的会有点负担不起 像我就在10G上面 花了蛮多钱的 但是现在 2.5G网路在新产品向下渗透的情况还不错 除非你是最入门最阳春的NAS 或者是桌机的主机板 不然现在只要是新买的产品 很多都已经标准配配2.5G了 我们开过2.5G的产品 可能已经都十几款了 而且2.5G的好处之一就是 部署方便 只要你的线不要太旧 太烂 或是距离要太远 都可以沿用 再来就是价格方面了 X55 Pro 是很有竞争力的产品 不像以前2.5G都要五六千块钱 甚至是上万元 3000以下的定假 是我这次愿意分享这款产品的重要原因 特别适合我们频道那些已经有买NAS的观众 或是如果你打算未来要买NAS的话 也可以考虑X55 Pro 就是不错的选择 这次我对2.5G网路的实测比较有兴趣 那我们就先来看2.5G的网路的表现 首先将一台内建2.5G网路的Windows主机 连接到X5 Pro的2.5G LAN 其他三台装置则分别由GIGALAN 还有WiFi6来连线 测试iperf几吨 速度加总大约在2000Mbps左右 在此情况下 我又用Windows 11内建的功能 建立了一个网路磁碟 其他三台装置用ASIA同时测速 速度加总大约在250Mbps到260Mbps之间 其他有线还有无线的测试方式 我们也一起提供参考 以2.4GHz来连接的话 隔两道墙大概还有52Mbps 以5GHz来连接的话 比较近的距离大概跑到800多Mbps 隔两道墙大概也还有145Mbps 而如果以完全都用5GHz来连接两台装置 速度则大约在减半 主要还是与其2x2的天线限制有关 那如果想要完全用5GHz连接两台装置 又希望它们彼此间可以达到1000Mbps 就要选择4x4的天线机种 例如AX80 XWOOPRO的整体外观是黑色的塑胶外壳 四根天线可以180度无级调整角度 抚养则有平躺 60度还有直立三个档位 机身的外壳还挺坚硬的 拆完下方的螺丝后 我还是打不开机身 因此这次就无法展示其主板的样貌 还有使用的方案晶片了 从官方规格仅得知 CPU为高通的双核心1GHz 以及512Mbps的RAM 记忆体我觉得以这台的定位 还有价格带来说是给的蛮大的 不过若从型号AX55 PRO 继承自AX55这一点来推敲 或许两者可能就是使用相同的处理器 还有相同的记忆体容量 就可能只是在2.5G的部分做升级 那保固呢一样都是三年 无线部分的规格Wi-Fi 6 是AX3000的等级 支援2.4GHz和5GHz 2x2MUser MIMO 160MHz的频宽 还有1024CAM 有线部分则有一个2.5GLAN 和4GLAN 机身顶部和底部都有许多破勾 里面藏有一些散热孔 这些散热孔稍微密进去看 可以看到AX5 PRO的两侧几乎都是空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希望机身或许可以做小一点 机身底部有4个脚垫 也有壁挂孔可以安装 电源供应器维持2V2A的 大概24W LED灯光安装在前置 如果不喜欢灯光的话 也可以在设定中将其关闭或是排程 在提到界面还有更多应用之前 我想先提一个很不错的功能 就是以往用过的很多Wi-Fi路由器 在更改Wi-Fi设定后 可能都要等个几十秒 Wi-Fi会暂时断掉一下 我就可以滑下LINE偷懒一下 但这次用了TP-Link以后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无线网路的设定 都是改完就立刻生效了 电脑手机就不会因此短暂断线 或是连到其他的Wi-Fi路由器 我觉得之后如果用到高级的机种 我可以进一步再来了解看看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或是其他品牌也有 也可以跟我说 印上好像有的商用的路由器 好像也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界面部分我觉得算是清新简洁 该有的资讯也都有呈现 不过网页操作它会先loading出一个简易的页面 然后才会跑出完整的画面 这一点我觉得在使用上就有点小扣分了 不过在手机的APP上 这个设定就没有这个问题 手机上还可以针对 HomeShield的进一步做设定 这个功能在网页版上面 是完全没有可以操作的选项 它只会引导你去下载APP来操作 对于习惯用电脑的人来说 就会有点帮手了 不过我还是不厌其烦 下载了这个APP来用看这个功能 也是有一些收获 但是我发现 它其实做得还不错 功能非常丰富 设定也很简单 我觉得TP-Link的意图 是直接把HomeShield 直接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来经营 目前分为免费版和付费版 Pro版的免费是1860 所以免费版留下一些基本功能之后 就可以降维打击 其他品牌类似的功能了 那这个降维打击 真的是直接把别人碾压了 我不敢说 它的HomeShield 一定是最好用的 那毕竟我用过的机种也有限了 但我可以说免费版的 真的就做得很不错了 有超越我对一台Router的期待 所以拜托 给个网页版吧 还有这个界面可以给个Dark Mode 另一个不错的功能 就是访客网络SSID的设定 它的访客SSID 是可以设定成有登录页面的 而且这个登录页面 可以客制化的程度也非常高 Logo 使用条款 登录后导向 还有流量限制等等 都可以设定 这是很多品牌到 企业级才会有的功能 那TP-Link 直接下放到消费级产品 我觉得对于一般小店家 或是没有连锁规模 这样的餐饮业者来说 是蛮方便的 那没想到 这次我只是想要玩一个2.5G 还可以发现这些 TP-Link的功能 如同大多消费级的路由器 它也有简单的云端功能 那当然像我们通常这种 档案有很多很大的人 我们通常会有其他更贵更复杂的备份手段 像是NAS 或是自己建一个伺服器 那这个Wi-Fi Router随附的云端功能 它是透过USB3 可以外接一颗磁碟 就可以满足许多普罗大众的备份需求 在后台你也会看到 它支援Time Machine的功能 那对于使用MacOS的使用者来说 平常不论是无线网路连接 或是有线网路来连接 就可以做到Time Machine的自动备份 我觉得这种 就可以作为第一层的备份手段 此外 X55 Pro也支援VPN的相关功能 像是支援常用的OpenVPN 可以远端连线存取自己在家里面的档案 或是有些系统或资料 只能用学校公司的网路才能使用 又或是Xbox 想要跨区使用 就可以搭配路由器的VPN来达成 当然在选择VPN的服务时 大家也要谨慎小心 Tip Link在界面上很用心 所以我觉得在设定VPN的时候 对新手也比较友善 如果你已经有2.5G的device 或是你正打算购买具备2.5G网路的NAS 或是主机版 不过对无线路由器的要求不高 运算比较吃紧 或是你家里的频数不大 或是对你来说5GHz 对5GHz的装置连线需求不高 那么3000有少的X55 Pro 就是Tip Link 我觉得目前对你最好的选择 不具备2.5G的X55 大概是便宜400块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成 这个2.5G的功能 大概就是多了这400 那相同价位 如果是不具备2.5G的机种 你也可以再去考虑X73 是X5400的等级 所以它的Wi-Fi功能又会更强一点 如果你是有更多使用者连线 或是有更多Wi-Fi的device的连线的需求 或是你的使用空间更大 预算也比较多 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往上再去选择 像是X80的机种 毕竟Archer X5 Pro 它就只是目前Tip Link 最经济的入门2.5G的选择 虽然它在2.5G里面 就是最洋春的机种 不过从它的售价 以及整体规格来说 它也是中阶定位的机种了 才会对应到现在这个价格带 那对我来说 虽然Tengi才是我的主旋律 但Tengi目前路由器 价格真的太高了 反而2.5G 各家在市场上 因为有足够的竞争 应该是目前 综合我自身经济能力后 比较能负担的范围 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邀请你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